9月8號至10號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在江蘇連雲港召開 中共公安部部長王小紅在會上自報中共警察培訓外國警察的計劃 還將派遣警察顧問 幫助有需要的國家去提高所謂的執法能力 對此輿論抨擊 中共的目的在於輸出獨裁暴政 鎮壓百姓 它是如何去替代老百姓的游泉思維抗議 它把這套東西輸到國外去 中國的警察由最狠毒的 由最黑暗的 鎮壓老百姓的手 各種技術手段 各種器械 它就以專制政權保持的身份 輸出一種殘酷的管制老百姓 去維護所謂政權安全和穩定的一套方法和技術 去影響到這些國家這個政權 中共黨魁9月5號在中非合作論壇上再次大撒錢 援助非洲3600億人民幣 並為非洲培訓1000名警察、6000名軍事人才 近年來 中共不斷在全球擴張 設立海外警察站 並派遣警察到國外巡邏執法 提供鎮暴訓練等 中共在藉助於外派警察的同時 把恐怖主義帶到世界的其他的角落 實施跨國犯罪 跨國鎮壓 當然也會藉此去拓展它的外交關係 提升中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同時也會給它帶來經濟力 對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傳播 就成為了一個新的平台 特別有利於去推進習近平的共產原教旨主義的理念 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今天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面對的問題 新調整電視台記者李韻、王硬橋 採訪報導 在不稱之中的東西 按照片並幫我們